你从15席掉到7席 7席掉到1席 你看那个党就奄奄奄奄奄 一个人也没有办法 连肩膀套都不能套 你只有撑着选下去 509大选 马华只赢下一国二州 让熟理总会长魏家祥 成为马华硕果仅存的 地名国会议员 但是国政的溃败 在他眼中看来不全是坏事 甚至可以成为 马华开创新格局的契机 做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 这是你唯一的趋务 首先先卸下你的圆锥 跟你的这个历史包袱 第二做所谓的soul searching 核心价值是什么 然后你接得下来 就是你的这一个 你所推崇的那些制高点 你所要的 你所追求的是什么 过去我们有不少年轻人 有历史 有医生 有工程师 这些还是有作为的 人才是有的 是要他们出来献身 今天的年轻人加入马华工会 已经什么东西都不会有 所以你需要到这样一个不忘初心 当时他进党 或者是曾经进党 十年后没有博业 今天三十岁了 他想扮演这一个 制衡政府的这个角色 我们欢迎他进来 我们有智库 但是这个智库必须扩大 有更多的人能够给意见 也是要培训那些年轻人 有论证能力的 愿意吃苦 能够把这一切 人民对你的指责 一笑之之 而且懂得引条有理的反击 不会三连两以计夸的人 要有信念 要有自己的政治信仰 不要说下一届你就能够变天 那个是建立在你希望人家做得烂 这也不是我们的出发 现在的政府假如做得好的话 人民百姓高兴 那一定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不是完成了你的 这个真正的这个愿望了 所以广义上阵高度来看 这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但是条件是 对方做得比我们好 而且是没有瑕疵 不过针对马华 会否退出果真 魏江祥虽然没有正面回应 但却表明 从此不再需要为国阵有党的决定和倡议买单 我这里已经是腿不成军了 你问我明天后天它是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 马华是自救的时候 今天马华公会应该是 跟任何人合作都是开放的 基于什么理念我们配合 而不再是传统的那一个 不合法不合法的问题 我们考虑不到这么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